台湾好农的丸子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湾好农的丸子鞭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关于营养的小知识喔 在宝贝的成长阶段 家长不免会担心 关于孩子的保护力不足 3C产品使用过度 还有成长落后等问题 根据日本厚生省 及台湾教育部的研究指出 台湾11岁到13岁的男童成长状况 竟然连续10年落后日本 同时台湾人在7岁以后 其实钙质的补充都不够 甚至不到每天建议摄取量的一半 大家都知道 青春期是成长快速翻升的阶段 虽然说基因是很重要的关键 但是透过后天的营养补充 孩子也能够有高人一等的机会 那台湾好农营养师 琼慧来跟大家说说小孩的成长关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湾好农营养师 琼慧 小朋友想要高人一等 就一定要保护三大原则 第一个是一定要均衡饮食 而且蛋白质跟钙质要摄取足够 小朋友不调食 均衡饮食是成长的关键 而蛋白质又是构充我们身体 各个组织的重要营养素 不特别是肌肉和骨头的骨肉原料都是蛋白质 所以让小朋友吃足够的牛猪 鸡鱼羊 鸡蛋 牛奶豆 将这一类蛋白质含量 富富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而钙子就像是水瓶一样 可以让牙齿还有骨头更加坚硬 而钙子含量富富的食物呢 就包含了小鱼干 芝麻 还有传统豆腐这一类的食物 第二个原则是要鼓励小朋友早一点睡觉 不要熬夜 生长激素是会促进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而生长激素的分泌高风起 正好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钟 所以鼓励小朋友早一点睡觉是很重要的喔 第三个是要正确的运动 运动可以帮助骨头慢慢的拉长 而选择垂直地面的弹跳行运动 更可以让效果更加的显著 因此像是跳绳啊游泳 或者是篮球排球等等这些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大家都有做笔记吗 记得不要熬夜还有多做垂直运动 那刚刚所说到的营养补充 我们推荐Logos高等生 这一包里面有250毫克以上的钙质 还有添加工配蛋黄多态 和HCP过蛋白水解物 工配蛋黄多态是拥有日本专利 用蛋黄中萃取而出的机能性原料 不仅可以延长宝贝的可塑期 还能稳固基底 是成长的重要关键唷 弱蛋白水解物则是由牛奶萃取而出 能让吸收更加分 高等生是巧克力风味 最建议用牛奶来冲它喔 可以同时补充钙质还有蛋白质 每天只要一包就足够了 以200毫升的鲜奶为例 单纯200毫升鲜奶 它的钙质含量大约是200毫克 但是加了一包高等生之后 就马上变成487.4毫克 马上变成2倍多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喝喝看吧 由于这类的成长营养补充品 本身是香醇的巧克力风味 所以其实除了牛奶以外 添加在豆浆或是优格里面 其实也是很适合的 诶 这其实味道就跟巧克力牛奶一样 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喔 而且也可以轻松的补充钙质 诶 可是像我这样子 已经过了青春期的人 还适合喝吗 其实不只是青春期的族群 需要特别注意盖子的社群 成年人和老人家 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喔 特别是在国民羊调查中发现 台湾国人在7岁以后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里面都有盖子不够的问题 而残留下来 可能就会对我们的牙齿 还有骨头的健康造成影响 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率 所以平常就建议大家 要多多搜索 富含钙子的食物 或者是富含钙子的营养补充品喔 不管是想要促进成长 还是想要日常保养的上班族 都非常推荐Longus高等生喔 想知道更多关于营养的小知识 快订阅台湾好农YouTube频道 还有按赞脸书粉丝团 和你一同了解台湾在地好吃材 不不过可能会去拍摄 喔 你做的视频